大家好 我是 Ray Ma ROG Phone 來到第三代 這次終於有機會比較快速和大家安排到開箱評測了 來到第三代 這次最主要的重點當然是 Snapdragon 865 Plus 的處理器 無論是 CPU 還是 GPU 都比起標準版的 865 做了超頻 另外還有 12GB LPDDR5 RAM 和 512GB UFS 3.1 ROM 配置 另外還有 6000mAh 超級大電 和 144Hz Refresh Rate 高刷新率螢幕 今天影片會深入講解一下 ROG Phone 獨有的功能 跑分和持續高壓高溫下的表現 會否出現過熱降頻降溫的情況 事不宜遲去片 首先來開箱 繼續是 ROG Phone 3 而這次的耳機會有散熱風扇 Aeroactive 3 配件 另外也有 30W 快速充電火牛 用到 USB C to C Power Delivery 快充 還有 USB Type-C to 3.5mm 耳機的轉插 還有原生跟機的保護殼 它是很薄身和硬膠殼 保護手機一般般 很多地方都是外露的 首先給大家看看外觀設計 其實比起第二代的 ROG Phone 和第一代的 ROG Phone 每一代都會慢慢低調低調 到這次散熱風口的位置 都沒有特別的橙色紅色元素 低調了很多 但是它仍然在機身上 有 9.85mm 還有 240g 的重量 它是有點負擔的 而反轉去機身的正面 有 6.59 吋 144Hz 的 AMOLED 螢幕 而它是沒有任何開孔 以及沒有任何 Notch 的 AMOLED 字額 在玩遊戲看影片時 就不會讓一些位置阻擋到遊戲內容 同時它也是少數有真正雙前置對等的喇叭 在玩遊戲時 立體感和真正立體聲效果 會比較明顯 會比較對稱 而至於硬件配置方面 這次是一部 5G 雙卡雙待手機 在 5G 頻譜方面 是很完善地支援 N1 N2 N3 N5 N28 N41 N77 N78 N79 所有在香港主流會用到的頻譜 5G 都兼容了 不過作為一部玩遊戲為主的手機 它並不支援 MicroSD 卡 大家在選購時就選擇適合你需要的保存 而最特別的地方是在機身左側有一個Mount 用來插一系列 ROG Phone 配件的位置 而在這兩個插口左邊是標準的 USB Type-C 插口 在玩遊戲時可以使用這個充電一邊打機 就不會在機身底側的 USB-C 插口 出現頂住了手的情況 這個插口放在旁邊是很貼心的 再在機身右側有電源鍵和音量鍵 還有第三代的 Air Trigger 它用到超聲波的觸控左右移動 等會再跟大家說 首先跟大家介紹這塊螢幕 它是144Hz 1ms 反應速度的 AMOLED 螢幕 用到270Hz 的觸控採樣率 可以令觸控時反應的延遲減少到 25 秒 也支援到 HDR10 Plus 的內容顯示 而且它的顏色調整是 Delta E 比一 對於肉眼是 Delta E 比三 其實已經不太分別得出顏色的偏差 Delta E 比一的調整是非常準確的 色域方面達到 113.3% 的 DCI-P3 以及 153.7% 的 SRGB 而它是一塊 6.59 吋的 AMOLED 螢幕 1080P 全高清的 Full HD Plus 解像度 最高的手動光亮度達到 650 Nits 而是戶外光陽光直接照射之下 最高可以達到 1000 Nits 打機來說這塊螢幕的顏色顯示都是出色的 而在 refresh rate 裡面有 144Hz 120Hz 90Hz 和 60Hz 也有自動設定 針對不同的場景智慧調教這幾個刷新率去省電 而針對這塊螢幕 這次影片贊助 Triskin 全貼合手工玻璃貼 針對 RG Phone 3 而設的玻璃貼已經登場 去找一塊最高質素的玻璃貼 這個全貼合的技術令到玻璃貼和螢幕面板之間沒有任何縫隙 去還原應有的顯示效果 原色和對比度純黑的黑色顯示是非常有幫助的 如果大家在找最高質素的玻璃貼 就記得去影片描述的連結看看 而針對電競手機除了螢幕 另一個最重要元素是處理器 這次用到最新的Snapdragon 865 Plus 處理器 有八個核心組成 有四個大核心是用到 Cortex A77 架構 而這次最快高時脈的一個核心達到 3.09GHz 而另外三個達到 2.42GHz 也有四個 Cortex A55 架構的 1.8GHz 小核心 而它的GPU 也是超頻到 670MHz 比起標準版的 865 的 587 MHz 有很顯著的提升 針對它的效能 我們也做了跑分測試 根據 Geekbench 5 的測試 在 Single-core 和 Multi-core 的分數 比起標準版的 865 分別不大 而這次在 ROG Phone 3 上的溫度控制 以及它的持續性能方面 我們跑了五次 它的 Multi-core 分數是 3243 到 3270 3266 到 3238 到 3228 它的分數基本上都很均一 水平線 長時間不斷高壓的應用下 也沒有出現明顯的降頻降溫 而影響到效能 而針對 GPU 方面的效能 也做了 3DMark 的測試 它的分數比起標準版的 865 有更明顯的分別 去到 7700 多分 比起普通的 865 7300 左右 也有大約 10% 左右的提升 而在連續持續跑了五次 3DMark 之後 系統溫度是 45 度 而 CPU 達到 63 度 GPU 達到 62 這部手機也感覺到有點亂 40 多度的表面溫度 而看到這個版面 現在要和大家看看 Armory Crate 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 而它的功能主要有在 console 部分 有 CPU 和 GPU 和系統溫度 也有剩下多少的 RAM 和 ROM 而在右邊這裡看到 X-Mode 的開關 裡面也有自訂功能的設定 這裡分為 3 個層級的效能調整 我插了風扇之後 它可以開到第三級 能夠將它的效能最大化 當然它會比較耗電 配合 Aeroactive 第三代 這個散熱風扇在機背後 它可以將機身表面溫度降低 4 度 整體效能的持續性上 是有輕微的幫助的 而說到這支風扇 在下面有 Fan Speed 的風扇速度 4 度的調校 在下面有 System Lighting 就是後面 ROG 的 LED 燈 Logo 上的顏色 是可以自己設定的 而最後到 Air Triggers 方面 這支超聲波的 LR 按鍵 在這裡大家有 Tab Settings 就是按下去的時間 要多大力才能開啟到 Air Trigger 這次的靈敏度是提升了 尤其我自己的使用體驗是 3 或 4 度 它有很清晰的 快速連按鍵 它可以自動感受到 3 或 4 下 可以分得很仔細 而這支按鍵 這支按鍵也是細分左邊和右邊 在這個按鍵的左邊多點按鍵 就可以有一個左邊按鍵 右滑由 L2 而最後有 Slide 滑動 看到波波追著我的手指 向左向右滑 針對遊戲功能上 這支按鍵是最完善的 而最後針對效能方面 和大家做更新的統一開 Apps 速度測試 這次用到繼續有 8 隻 Apps 和 games 的操作 遊戲方面我們改了做 泡泡卡丁車和 PUBG 還有傳說對決 3 隻遊戲 現在的表列和大家比較到最近的中高階 和旗艦手機的效能分別 而第二回合 我手上這台是 16GB RAM 的 ROG Phone 3 運行這麼多隻的大型遊戲和 Apps 切換都順暢 多功在 12GB RAM 其實 8GB RAM 以上都足夠了 相機方面 有 6400 萬像素的主鏡頭 另外有 1300 萬像素的超廣角鏡 也有微距的鏡頭 拍出來的相片可以說是不過不失 它的顏色是比較寫實、平淡、平實 而動態範圍也是可用範圍內 但在高對比場景的雲層方面 是有點過曝的 而這張超廣角鏡的 Shadows 上 比較明顯的提升 令照片看起來會變平了一點 而它支援到手動的 Night 模式 可以將曝光時間延長 亦可以令到顏色在低光的時間會鮮明 以及它的動態範圍在高光方面有一定的補償 相機的成像效果都是不過不失的 沒有太大驚喜可用 反而是它的 portrait 人像模式的邊緣運算 顏色的 sharpness 飽和度 以及背景模糊效果是有驚喜的 看起來很自然 也很漂亮 人像模式不錯 而最後到電池續航力測試方面 6000mAh 的超級大電 相信即使用 144Hz 最高刷新率應用都沒有問題 這次用了新的統一電池續航力測試 用到一半螢幕光亮度 144Hz 刷新率播放一小時 YouTube 玩一小時 Facebook 最後玩一小時傳說對決 現在的表列和大家看到 三小時多媒體應用後 用了多少電量 而按這個比例計算 可以持續用到9小時22分鐘 用144Hz 最高刷新率的模式 都可以有這個表現 電池續航力絕對不需要擔心 總結 這次ROG Phone 3 第三代 用到現在最新最頂尖的硬件 超級大電 最高刷新率的AMOLED螢幕 對於硬件有極致追求的用戶 用手機去打機的用戶 這也是不易之選 尤其針對這個很先進的Air Trigger 第三代 對於打 PUBG 或類似槍遊戲的遊戲 絕對比用普通沒有LR按鈕的手機去打機 它是佔了優勢 處理器的效能 亦比標準版Snapdragon 865 手機 有超頻的提升 亦經過連續跑五次 Geekbench 5 和 3D Mark 亦未出現降頻降溫的情況 它的效能是得而持續的 即使是不配搭風扇的情況下 不過這部手機有比較一般的相機鏡頭表現 另外是它的240g 重量和 9.85mm 的厚度 令這部手機不可以說是放在褲袋舒服 或拿上手是單手操作輕便的手機 亦相信對於追求商務化和低調的用戶 即使第三代比第一 第二代低調 但始終會發光的標誌 是適合打機的用戶 整體來說 如果喜歡這種外觀設計 覺得它是型是漂亮的話 7998 買到現在最頂尖最頂尖的硬件 一塊現在市面上最高刷新率的AMOLED螢幕 雙前置對等的喇叭 先進的遊戲專屬功能 這個價錢應該就值了 對於會打機的用戶來說 現在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即將有更多新手機的開箱測試 和其他電子產品的介紹 下次再見